今天8点10分就起来了 起那么早 就为了吃一口武汉的早点 合作路 都差不多480米 西差不多160米 船舵中过早的鼻祖店铺 几十年的船程 这里边都是老师傅之多 而且它品种也全 鸡关脚 豆腐皮 热干面什么的 基本都涵盖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尝尝这个 三镇民生甜食馆总店 味道到底怎么样 Let's go 这个三镇民生甜食馆 环绕差不多大半周 你看这个建筑很有年代感 它有很多不同的创卡 他们这怎么弄 他们这就是把钱存在这个卡里 他这个卡得刷个牌子 然后拿牌子兑换这个早点 里面全是 咱先挨个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豆皮 晚上看过这个吃多过少 这可以说是武汉的拓肠 这叫豆瓶 早点豆瓶 上面我看是不能跟鸡蛋 这个里面有大米有绿豆 放在那个磨箭机里面磨出来的 啊 它鸡肉米还挺多的 嗯 中嘴和瘦肉 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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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董酥又死了会 你可能吃不了二十多年 丁董辣不汉的 吃干面 好 吃这个点赞的店 我67岁 18岁 生在我看 从小腰开始吃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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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点赞窗口不在这个街外呢 对 我就带你们见识 一会儿咱们进去排队一下 哈哈哈哈 咱再往前看 那边还机关脚 就是最牛逼的那个早点 最后一点 机关脚 为什么要掉机关脚你知道吗 因为每个 因为它长得掉机关 机关脚两块一个 要几个 两块一个 能吃到猪肉 这么猪肉 哈哈哈 我拿了啊 嗯 好 谢谢 这机关脚不排队 我真是 挺 惊讶 Let's go OK了啊 点好了 每样点了一两份 先给大家看这个 糊米酒 之所以叫田池馆 是因为它最早火的 是这个糊米酒的 好吃之后 热的 我们还以为凉的呢 不是不是 里面是糯米做的 然后桂花 还有桂花呢 这叫桂花糊米酒 这有点像那个 牢骚汤圆 对 有点像牢骚汤圆 汤圆一样没包新的汤圆 没包信的汤圆 就汤圆皮是吗 对 我尝一个 哇 酸甜酸甜的 漂亮 桂花香 酒的度数很低 经过高温以后 酒精就挥发了 挥发了 只是酒的香味 没酒精度了 不要喝酒 又吹不出来酒 在下里就刺起来 桂花面小汁里边那个 对 酒酿小原子 这跟那差不多 没吃过 但我觉得这个比上海那个 更酸一些 更酸 这个更开胃 武汉的肉干面应该配 淡酒或者富米酒 这是叫绝配 因为这两样东西吃进去挺饱 这个肉干面大概五块钱 五块钱 这个大概三四块钱 就十块钱以内 这两个能吃得顶饱 吃得早点可以 中饭都不吃 能够叮饿到下午 干活都不断 对 五块肉干面 正中五块肉干面 这是最正中的 没有特别的辅料 就是要吃出这个面 和那个萝卜的味 这上面就是萝卜干 萝卜干 你把它拌一下 那我拌一下这个热干面 你把那个拌一下 这碗我拌的 麻将在里面 好吃 它的面还是很筋豆 每个热干面用的 那个酱油的老板 自己调味道 对 尝一下这个正中热干面 这应该是最正中的 真不错 就是吃完一口 还要再吃一口 爽滑不负嘴 嗯 打破了我那些 武汉肉干面的 热鸡 吃的咸的 配点甜的 我觉得你应该 第二个尝一下这个 这个再放就不能吃了 这是这个特色 我还是没有第二家 卖这个十锦豆腐 这叫十锦豆腐 嗯 往下面咬 还有糯米 你就端着吃吧 好 好像只有明星甜食馆有 对啊 我会是一个 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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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看上跟咱们那个 早点的豆腐是个馅子 但是味道一点都不像 对 没有那种咸骨 你看他这块 伞子 看着像小零食这东西 看着脆脆了 但是入口就糯糯了 这放时间长了 如果当时你吃就挺脆的 这个也得吃了 这个面皮如果不脆了 这个豆皮就四十大凝 这家豆皮也算不错的 是 武汉豆腐 上面铺买的葱花 底下是蛋皮 然后之后 再下尾葱是糯米 中间还有馅 笋丁 然后香菇粒 肉丁 肉是卤过的 肉丁 笋丁 香菇 这是武汉传统的三鲜 尝尝尝尝 吃着有点像那种 韩式断包饭那种感觉 在什么放凉了 感觉外表不太脆了 对 肉的时候脆了 再不怕吃 把那种刚出锅的脆的东西先吃 这鸡块点啊 看着像油饼 但其实不是 还里边有层猪肉 尝尝 如果外面是脆的 你们是软的 麻烦吃吃面的 下面有一小层 下来就要下小红包那个肉虾 对 这就是小红包肉 就是小红包 像牛饼那种 吃着肉 真的挺爽的 这个面都有肉味 这里边芯都有肉味 就跟小红包那个肉皮似的 给大家看看这个 生煎包 底是脆的你看 没有糊 但是焦脆的 焦黄焦黄 它里边馅儿挺小的 我还以为就是薄饼大馅也有的 确实外面面有点软了 但是以前还是脆 对 这个不算特别好 无关系最好的 煎包应该是皮薄 肉多有汤汁的 对对对对 这个在它那儿 只能算丰富一个品种 你尝尝最后一条菜 凉面 你看凉面 这边有海带黄瓜丝和凉皮 还有那个虾皮 里边还有蒜泥呢 蒜泥对 不过它都看不着 拌一下 哇 这里边应该是也是跟那个 武汉熟干面之类那种料 但是没有麻酱 没麻酱 麻酱很少 哪里都不错 嗯 我都想吃完东西搬东西 去码头搬东西卸货 尝尝啊 这武汉凉面 对 特像咱们那个 麻酱凉面 鸡丝凉面 武汉的凉面跟四川的凉面不一样 四川叫口水凉面 武汉的凉面是有麻酱的 热天子时候吃着就爽了 对 这你吃了感觉 那屋里这个凉风 我能感觉到 我感觉到它开空调了 我感觉你真没感觉到 它开空调是吧 我有一点吃不了 对 我就让你少吃点 尝一下 尝一下就行 等待下一个战场 最后一口 外边还是脆的 咱尝 吃完了 点评一下 武汉的锅子 可谓是 百家争鸣 孔雀开瓶 五光十色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都是我没吃过的 我真没想到 这个武汉的早餐 能做这么多准备 而且还有传承的那种 真的是非常的 nice 而且这家店可谓 也是非常的正宗了 所以我们有科学打方法 给它打了一个 4.425分 这边我们人家一共吃了7块5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 能不能吃到那么多 花了7块5 真的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而且这边都是老城区 有点像那种虎方桥那种感觉 就是南二环 三镇民生甜食馆总店 总店 行 这家 这个啊 没有 行 今天怎么着 下回大家吃别的 好 快 呀